圣经好好听 逢主的名向大家文安 我是临濱 稷姨姫主类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圣经好听》这个茶经节目 与我们一起查《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 在上一课结束之前 我们提到约翰圈面信徒 不要贪恋这个受恶势力操纵的世界 也不要与霸佔人心的邪恶势力妥协 约翰将世上邪恶的事归纳为三大类 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司徒保罗对熟世的邪恶势力有这样的描写 我们一起看《现代中文译本》的《以忽所书》六章十二节 《现代中文译本》的《以忽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为我们的争战 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执政的、掌权的 管核者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 邪灵和圣灵肯定是对立的 这股邪恶势力虽然可怕 不过信徒又不用太过担心的 我们可以由歌罗细书的一章十二至十四节得到安慰 歌罗细书一章十二至十四节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女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熟 罪过得以赦免 只要生活在耶稣基督的看顾和保守底下 就不需要怕魔鬼的恶势力 林彬,我觉得骄傲是一个极大的试探 真的不容易抗拒 你有没有一些胜过骄傲的秘诀呢? 骄傲是不熟灵的 司徒保罗曾经说过 胜过骄傲的秘诀 就是时尚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记住自己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没有什么可夸 和大家看一节经文 是《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但我断不已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保罗所说的世界 就是那些有惑人的事 包括私欲的满足和今生的骄傲 保罗说 这些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就好像自己已经被钉死一样 罪恶的世界是死的 而主耶稣是活的 你的秘诀的确很有意思的 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七节 约翰提出不爱这一个世界的 另外一个理由 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以的 是永远常存 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情缘缺 这个世界是不停地改变 所以人是不应该贪恋熟世的事 而是应该追求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约翰口风一转 讲到末世会有敌基督的出现 很明显 当日主耶稣对门徒所讲有关末世的预兆 他一定是记得一清二楚 在解释这一节经文之前 或者我们先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三至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至五节 耶稣在橄榄山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 说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二十三至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三至二十七节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祭 大其时 倘若能行 连选云也就迷惑了 看那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那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 看那 基督在内屋中 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主耶稣说 当末日来临的时候 会有假基督 和假先知的出现 若汉将他们通称为 敌基督 在圣经里头 只有若汉用这个说法 林斌啊 那究竟末世和末日又有什么关系呢 末世 末日 或者末后的日子 这一类字眼 在圣经时常会出现 不过意思就各有不同 先讲下末后的日子 当犹太人的祖先 雅各临终之前 他做了一件什么的事 雅各在临终之前 为他的子孙祝福 并且预告 他的后代一定会由埃及 回到神所赐的迦南美地 根据这件事的解释 末后的日子是指以色列人 最后会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不过当旧约的先知提到末后的日子 是预告将来有一日 以色列民族要完全信服神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只是真真正正地进入神 属灵的迦南美地 听说不同时代的犹太人 对这个观念有不同的看法 犹太人将时间分为两个时代 一个是现在 一个是将来 现在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年代 而将来就是一个完全有神统治的时代 在两者之间 有一段主的日子 那主的日子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犹太人认为 这段日子到最后是极之可怕 宇宙会解体 而神就会审判这个世界 似乎犹太人很早就有末世这个观念了 这个观念在早期不是那么明确 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之后 进入新约时代 神在这方面的启示 才越来越清楚 一般圣经学者都同意 末世是指主耶稣的第一次降生 到了他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日子 嗯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活在末世了 至于若汉所说的末世 又是什么的概念呢? 末世和末世应该有很亲密的关系 我会这么说 末世是指末世最后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说 末世就是最靠近主耶稣再来的一段日子了 应该就是了 若汉之所以说末世已经来到 是因为他发现有敌基督的出现 若汉一书的二章十八节经文说 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可见敌基督不止一个 而是有很多 那若汉将他形容为敌基督 又有些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敌基督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指取代基督 而另外一种就是敌对基督 在这一方面 司徒保罗也提过一些预兆 一起看贴撒罗尼加后书的二章三和四节 贴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三和四节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时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保罗所说的大罪人沉伦之子 就等于敌基督 而操控敌基督的 就是魔鬼撒旦 至于敌基督还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会等到下一集 才跟大家分享 邓英姊妹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茶经》 再见 再见 特征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特征姊妹 大家好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约翰一书》 在上一集 我们提到约翰境界信徒 在末世有敌基督的出现 我们也引用主耶稣对末世的预兆 和使徒保罗对敌基督的描写 让大家知道敌基督有多可怕 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九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 应该就是指异端和假教师 虽然称自己是信徒 不过他们的信仰由一开始就有问题 这些人偷偷地运入教会 最后还是要自动离开 哦?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 当时有一种智慧派的哲学思想 十分流行 他们认为师徒的教训不够全面 觉得他们才有更高和更特殊的知识 结果就因为骄傲而离开 那剩下来的信徒 见到人离开 心情难免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约翰安慰他们 不需要自卑 一起看第二十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圣者是指耶稣基督 也都可以指向天父 恩高是指真理的圣灵 理智经文的意思是 信徒既然得了圣灵的指引和教导 就应该明白真理 当明白了真理的时候 就可以防备敌基督的侵害 我记得主耶稣在月月节和门徒 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就已经预言圣灵的降临 和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了 是的 主耶稣曾经有三次提到圣灵的降临 或者和大家一起温集一下 头一次记住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十六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和十七节 在主耶稣受难之前 如先向门徒宣告 祂会祈求天父派圣灵保卫斯 来陪伴他们 帮助他们 还保证圣灵会住在他们的里面 永远与他们同在 主耶稣第二次提到圣灵 记住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卫斯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猜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在那个年代 没有电脑 就算连随身的笔记簿都不会有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详细记下 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讲过的话 除了彼此配合之外 肯定是圣灵的帮助 单凭记忆你 绝对不可以做得到 至于主耶稣第三次提到圣灵 记住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五至十五节 我们只是看八、十二、十三和十四节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至十四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翰可以这么详细把主耶稣所说过的说话写出来 很明显是有圣灵的提醒和帮助 所以约翰提醒信徒 要靠圣灵的帮助来辨别他们所听到 所看到的是真理 亦或是方言 好 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 没有虚方是从真理出来的 虚方是指那些属于敌基督的人 讲大话骗人 十九和二十节的意思是 那些全异端邪说的人 就好像撒旦的奸细一样 混在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 而当他们被识穿了之后 就即刻离开 是啊 就算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的 有些人外表扮得很虔诚 热心参与事工 说的东西还头头是道 不过就永远都是讲是非 传异端 做坏的见证 做挂名的基督徒 有名无实 约翰说这些人是虚方的人 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二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 谁是说方话的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约翰指出 敌基督同属于他的人 有两个特征 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 同不承认父与子 即是圣父和圣子耶稣 那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呢 他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他们不认为完全属灵的神 竟然会降世为人 来到这个邪恶的世界 他们说当耶稣受洗之后 基督才降临在他的身上 使他能够行神迹歧视 不过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 基督已经离开了他 那就是说 他们认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又怎能够担当全人类的罪呢 这个说法的确是害人不浅 令到有些人得不到救恩 至于不承认父与子 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或者我们先看二章二十三节的经文 然后一起解释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年父也有了 约翰说 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等于否认圣父 约翰是不是站在三位一体神的角度那里说呢 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 所以不可以否认其中任何一位的 你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的假教师为自己辩护地说 虽然对耶稣的看法不一样 不过大家所相信的是同一位神 而约翰就直接了当地指出 三位一体是不可以分割的 他们绝对不能够选择性地接受的 和大家看两段经文吧 先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四和四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和四十五节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差耶稣来的当然就是耶和华神 人看到主耶稣就等于看到天父 而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 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主耶稣非常强调他和圣父之间那种 二合为一的关系 所以任何人否认耶稣是圣子 肯定不会被圣父接纳的 接着来 约翰指出另外一种防备敌基督的方法 不过我们会等到下一集 才和大家分享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茶经》 再见 再见 帝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林彬 帝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约翰一书》 在上一集 我们讲到敌基督带来的和害 不过约翰安慰信徒 藉着圣灵的指引和教导 我们会明白真理 而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就可以防备敌基督的侵害了 除了已明白真理来到防备敌基督之外 约翰仲教信徒另外一个防备敌基督的方法 记住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 《约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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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保罗也用过很不客气的语气 去责备那些全异端的人 你是指加拉太书的一章八节? 是呀,加拉太书一章八节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全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就座 全异端的人应该被就座 不会有好的收场 而殉徒也都要小心,千万不要上当 办法就是好好记住纯正的福音 经文说,住在子里面,又住在父里面 住是什么意思呢? 住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植物将这根伸入泥土里面 从而得到足够的养分 同一个道理 信徒要将自己的信仰扎根在神的话语上 得到属灵的慰养 在第二十五节的经文说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这句说话和前文好像没什么关系 可能当时有人迷惑信徒 怀疑自己会不会得到永生 所以约翰向他们保证 凡是住 即是扎根在圣父和圣子里面的人 一定会得到永生 嗯,完全明白 那就好了 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上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引诱是欺骗和引人误入歧途的意思 约翰说他针对的对象 是那些引诱人的人 即是疑端和假教师 嗯,这节经文出现过四次恩高 同二章二十节一样 恩高是指圣灵 或者解释一下高这个字 在旧约时代 高又是用来高末神所简选受圣职的人 包括君王、祭司和善知 受高表示经过神特别简选 并且分别为圣 及至新约时代 神知圣灵作为恩高 涂抹每一个信徒 以表示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人 所以约翰就透过犹太人 所熟悉受高这个事实 令信徒明白 每一个基督徒在接受主耶稣 做救主那一刻 就受到神的恩高 这个恩高不是看得见的恩高 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东西 而是看不见的圣灵的恩高 信徒只要有真诚的信心 就可以去接受 并且永远在信徒的身上 洗都洗不掉 约翰除了用当时容易了解的受高仪式 去解释圣灵的恩高之外 总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 主的恩高在凡事上会教训信徒 而不需要用人去教训他们 第二 由主那里领受的恩高是真的 林斌啊 什么当时有假恩高出现的吗 当时的神秘宗教 用人的想法去做一些假的恩高出来 它不单止不能够帮助人领悟真理 反而会令人骄傲 圣灵的恩高是真的 而圣灵所结出的果子 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哲制 这些美德 约翰日书的第二章 剩下两节的经文 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先看第二十八节 约翰日书二章二十八节 住有继续和不停的意思 即是说 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最深 也是最长久的 显然专门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讲到他的降生、他复活之后的显现 和主的在来 约翰说 当主在来的时候 信徒因为一直住在主的里面 所以能够坦然无惧 也都不会觉得惭愧 好 我们看二章二十九节 约翰日书二章二十九节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这里的他是指天父 天父是公义的 所以天父的儿女 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 就是喜爱公义 通过圣洁的生活 林品啊 我们查完第二章的经文了 那我们开始查第三章 先看第一节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 约翰提醒信徒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神树立起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 神就是爱 只可惜 很多人走这条路的时候 并没有留意这个告示牌 依然走自己的路 结果招来重大的损失 神是爱的确抛衡了很丰富的内容 你一切的丰富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享用 如果忽视了他 后果就会变得贫穷和缺乏 林品啊 不如同大家讲下 神的爱是怎样呢 神的爱是一种不自私的爱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神才爱我们 神爱世人 是因为他知道人的需要 很可惜 有些人因为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爱 所以对神的恩情 视而不见 或者自主不理 我觉得神的爱 也是牺牲的爱 神知道我们需要救恩 为了承传救恩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对你一点 约翰有好心的体会 所以他写下 全本圣经最精彩的一节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犯得永生 若行一书三章一节 下半节的经文说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 他带出神的另外一种爱 就是分别为圣的爱 当信徒活在神的爱里头 成为新造的人 就连亲戚朋友都觉得惊奇 甚至不认得他们 那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是身边的人 很羡慕他们的改变 想和他一样 而另外一种结果就是 因为身边的人 不明白神的爱 是有多么奇妙和伟大 所以对这个改变了的人 觉得很陌生 于是乎就去疏远他了 第二种结果的确令人远色 无论如何 他证明信徒和一般人不同 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逢基督的名向大家问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力平安 我是芷珊 在上一集结束之前 我们开始查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一起看三章的儿童三节 约翰一书三章二和三节 亲爱的弟兄我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结正自己 像他结正一样 约翰提到 信徒有一个盼望 就是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像主耶稣 并且会见到他本来的样貌 至于如何才像主耶稣 最好的办法就是 每日花点时间去默想主耶稣 藉着圣灵的提醒和帮助 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像他 在第二节的经文说 将来主耶稣显现的时候 会见到他的真体 有圣经将真体翻译成为 本来的模样 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约翰曾经亲眼见过他的显现 难道当时耶稣的身体 不是真体吗 真体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还记得主耶稣登山变像吗 当时彼得 雅各和若翰都在那里 马太风音形容当时主耶稣 念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结白如光 而当主耶稣受难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他们首先是惊慌害怕 后来才平安无事 那将来主耶稣回来 再显现的时候 又会怎样呢 若翰在启示录的一章十七节说 我一看见 就跛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 很明显 主耶稣所呈现的荣耀 令到若翰觉得自己担当不起 所以就跛倒在地下 根据启示录的描写 当主再来的时候 耶稣的面貌 会和若翰以前见过的很不同 虽然主的荣耀 既以前都彰显过 不过将来的比较 似乎还差很远 而每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应该静心等候 看下主耶稣的真面目呢? 接着的三章三节说 如果我们真心的存有指望 希望似主耶稣 又希望见到他的真正面目 就应该结淨自己 为什么若翰会强调 结淨这个条件呢? 对当时的信徒来说 他们正是面临圣洁的考验 还记得智慧派的人 如何以异端邪说 诱惑信徒过犯罪的生活呢? 他们将身体和灵魂分开 说两者之间彼此互不相干 所以人的肉身犯罪 不会伤害到他们的灵魂 而在神的面前 不算为有罪 若翰就是借这个机会 去矫正他们的错误 至于用什么的方法呢? 一起看三章四节 若翰一书三章四节 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既然罪和违背律法有关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律法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来到西乃山的时候 神就透过摩西向他们颁布律法 目的是希望以色列人透过律法 认识神的心意和神的圣情 那为什么前不颁布、早不颁布 神偏偏简算在这个时候 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四百年 当老一辈的人相计死去 而新的一代对他们的祖先 所敬拜的真神已经一无所知的时候 埃及人所拜的假神偶像 就漸漸成为他们拜偶像的目标 这个情形对以色列人的 生活形态和道德观念 有好心的影响 为了不想这些坏习惯 带入去嘉南这块应许之地 神需要在这个时间颁布律法 说得十分之好 神是透过颁布律法 向选民启示祂的心意 亦都给以色列人知道祂的圣情 就是喜欢什么、恨什么 如果人违背律法 就等于违背神的心意 违背神的圣情 这个就是罪 只可惜 很多人对神的律法 有错误的理解 因为神藉着律法 来到限制他们的行动 剥夺他们的自由 使人受到束缚 令人不快乐 结果就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态 这个并不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 律法是帮人走正确的路 遭神喜悦的事 对自己有益 如果人讨厌受到限制 故意犯罪 那必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其实要遵守律法 都不是很难的 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 先问一下自己 如果是主耶稣 他又会怎么做呢 在跟着下来的三章五节 约翰会由神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 约翰一书三章五节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这里的显现 是指主耶稣第一次降世为人 神为世人预备好除去罪恶的方法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为人的罪受死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将生命自比接受和信靠他的人 至于人在这一方面的责任又是怎样呢 一起看三章六节 约翰一书三章六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人的责任就是不继续犯罪 所以当人发现自己得罪了神 就应该立即停止 再不错下去 至于已经犯错那一部分 可以交给耶稣基督 祈求他洁净和赦免 当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 时时都对来找他医病的人说 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人必须要服从神的教导 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好,我们继续查下去了 一起看三章七节 约翰一说三章七节 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誘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行义的人才是义人 这句话不难理解 不过当时传义端邪说的人 就认为一个人可以一边行恶 一边行义 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约翰指责这些人在说大话 叫信徒千万不要被他们骗到 或者我们又看看罪的来源 在三章八节 约翰一说三章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翰指出 魔鬼是罪灰祸首 罪从魔鬼而来 而人之所以犯罪 亦都是因为受到魔鬼的人有 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 信徒不会不知道 那为什么约翰还要再三强调呢? 当时智慧派的人认为 一切的物质都是恶的 至高的真神绝对不会和物质有任何的瓜葛 既然耶和华神创造物质和宇宙 那他绝对不是那一位至高至善的神 最多只不过是次一等的神 人的情欲由属物质的身体而生 所以如果要追究的话 最恶的真正来源 是那一位创造物质宇宙的耶和华 哇!简直是胡说八道 约翰就是要信徒记住 耶稣基督这位代表耶和华神 来到人间的救主 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他正好就是将耶和华神 那种完全无罪的本性彰显出来 在第八节的经文很清楚指出 犯罪的是魔鬼 他从起初就已经犯罪了 而耶稣基督的显现 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一课再见 再见 明镜 struggle 明镜悦 明镜悦 明镜融 明镜造50 明镜ło 明镜每回合 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